剛剛那個動作其實做得非常的僵硬 然後也非常緊張 因為很多人在看 那畢竟我們女生嘛 我們要 好好講 要小心一點 沒有我覺得就算沒有很多人 他也是這樣 因為之前我們在拍滑流的時候 他就是 完全這個狀態 就是很僵硬 然後很僵硬到就是我第一次拍照 拍得很尷尬 可是還好後面就是我放很開 所以他才會跟著我一起很嗨 對 就變成是說我要用十倍的力氣 真是不好意思耶 沒有沒有 這一定要講一下 真的不好意思 因為這次他花了很多的時間 因為自己太緊張然後就縮起來 就縮起來了 因為比較少跟女生這樣拍照 這樣的互動 可是其實我覺得是還蠻稀鬆平常的事情 因為一定會有男女生拍照的時候嘛 那你工作一定會需要到嘛 那可能你說 欸 站在一起要怎麼站啊 他就手這樣子 就是很硬邦邦的靠在那裡 因為比較少跟女生一起合拍 大部分都自己在拍 或是跟男生拍 很傻 婚紗 欸 這樣 他會一直笑我說 你在拍婚紗照吧 哈哈 對 像今天一早拍的時候 就有點人昏昏的很想睡覺 這樣 還有趕壓場那場 那場也太陽很大 就瘋狂補充水分 今天應該都會喝一千五以上吧 你是一桶吧 對 就狂喝水 因為也怕自己中暑 因為我們每天都要拍戲 所以自己身體要顧好 對 對啊 一定會啊 就是防曬乳一定要擦 然後還有 會帶傘 陽傘出門 對 但我覺得她不用擔心 因為我很黑 所以她在我旁邊 怎麼樣看都覺得她很白 都是白的 哈哈 你剛才說 就是回去有多久媽媽掛 你怎麼會對媽媽掛 嗯 就覺得 最近賽場賽蠻多的 然後就想說 嗯 應該蠻辛苦的 應該會有一些 成績彈出來吧 就故意叫我媽掛馬 幫我刮一下沙好不好 結果一刮 我媽說欸 什麼都沒有欸 我要去睡覺了 因為她想裝病啊 沒有啦 想說刮一刮會比較舒服 嗯 就是賽場之下 你是不是 有我有看到那個 對 我還有寵妃 是一群天才 對 一群天才 沒有像那個 樂軒也是我的妃子 哈哈 是我的寵妃 你說說這該怎麼辦 因為我英雄救美啊 我去地下室救她啊 對不對 只要燈不要關掉 我就沒事 哈哈 你還不覺得怎麼會這樣 我跟明明是你今天 會換什麼東西 然後這次的不變 對 沒辦法 這角色就怕黑 哈哈 哈哈 所以 待會拜託那個燈不要瘦掉 哈哈哈 所以 待會拜託那個燈不要瘦掉 哈哈哈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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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